中韩夫妇报喜 秋辞选怀过去了两个月 从大陆红辉韩国的女星秋辞选23日 透过经纪公司报喜 她已经怀孕两个月 跟老公与小光准备升格当新手爸妈 38岁的秋辞选曾在台湾 演出偶像剧恋香 在大陆深耕发展有成 还认识了小他两岁的男星与小光 今年4月两人举办婚礼后 秋辞选就带着与小光回韩国发展 夫妻俩参加综艺节目 《床一梦二》 《你是我的命运》大放闪光 爱吃有爱买的与小光屡屡 在节目中被老婆教训 却也因此掳合韩国观众的心 知名度和人气大开 秋辞选原本监养电视剧花游记 准备魁尾八年重新以戏剧作品 和韩国观众见面 但现在突然发现怀孕 身为高龄产富的他不敢大意 紧急向剧作请辞 专心在家安开 虽然他们没有对外公布小孩性别 但夫妻俩都相当开心 他们也是现在中韩年姻夫妻中 少数郁郁出下一代的一对 两国粉丝也纷纷献上祝福 秋辞选金秀贤低调入伍 服役地点保密一含剧 来自星星人已爆红的南韩演员金秀贤 今天低调入伍 经纪公司Kist娱乐表示 金秀贤希望低调 并未对媒体及粉丝公开入伍地点 也不会举行任何活动 南韩亚洲经济指出 对于金秀贤入伍地点 媒体和粉丝有各种说法 此前传他将在中青南道顿圈入伍 但所属经纪公司Kirst娱乐否认 并表示将在京西道的某地入伍 Kist娱乐负责人先前表示 他将在京西道入伍 但具体位置不便透露 金秀贤想低调入伍 公司尊重他的选择 同时也希望别为其他一同入伍的战友带来不便 因此决定保密 据了解 进京西道的新兵教育大队 就多得二十处 金秀贤 来自星星的你 韩剧林心如闪电认爱或建华 男星爆料自己是主因林心 如雨或建华去年520突然认爱 隔没多久后还闪电结婚 生死 进度飞快 外界也好奇原因为何 毕竟两人过去对于恋情都相当低调 近期大陆男星袁红上节目时 自曝这对夫妻公开恋情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他 霍建华先前与胡歌 被捧为胡或CP 袁红与胡歌的关系也极好 两人相之一 5年 最近袁红在节目脱口秀大会聊到此事 认为胡歌与霍建华 这一对CP太受欢迎 让他有些吃味 当时袁红正与林心如 拍电视剧秀丽江山之掌歌行 便和对方了解此事 并主动询问林心如这个问题 没想到林心如不置可否 隔天就火速公开类于霍建华的恋情 林心如这个人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袁红 还搞笑说向女方喊话 心如姐 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记得 一份爆料到了现场观众 林心如 火建华 胡歌金秀贤低调入伍 服役地点保密一含剧 来自星星人已爆红的南韩演员金秀贤 今天低调入伍 经济公司Kist娱乐表示 金秀贤希望低调 并未对媒体及粉丝公开入伍地点 也不会举行任何活动 南韩亚洲经济指出 对于金秀贤入伍地点 媒体和粉丝有各种说法 此前传他将在中青南道顿圈入伍 但所属经济公司Kist娱乐否认 并表示将在经济道的某地入伍 Kist娱乐负责人先前表示 他将在经济道入伍 但具体位置不便透露 金秀贤想低调入伍 公司尊重他的选择 同时也希望别为其他一同入伍的战友 带来不便 因此决定保密 据了解 进经济道的心灵教育大队 就多该20处 金秀贤 来自星星的你 韩剧临心如闪电认爱或建华 男星爆料自己是主因临心 如雨或建华 去年520突然认爱 隔没多久后还闪电结婚 生死 进度飞快 外界也好奇原因为何 毕竟两人过去对于恋情都相当低调 近期大陆男星圆红上节目时 自曝这对夫妻公开恋情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他 霍建华先前与胡歌 被捧为胡或CP 袁红与胡歌的关系也极好 两人相之一 5年 最近袁红在节目脱口秀大会聊到此事 认为胡歌与霍建华 这一对CP太受欢迎 让他有些吃味 当时袁红正与林心如 拍电视剧秀丽江山之掌歌行 便和对方聊起此事 并主动询问林心如这个问题 没想到林心如不知可否 隔天就火速公开类于霍建华的恋情 林心如这个人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袁红还搞笑说向女方喊话 心如姐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记得一份爆料到了现场观众 林心如 火建华 胡歌 我记得一份爆料到了现场观众 我记得一份爆料到现场观众 和音乐 有点爆料到现场观众 他们身份爆料到现场观众